中韩六方会谈代表会面,商讨朝鲜半岛中战宣言,2008年后在美举行六方会谈,前韩方代表李杜勋与中方代表孔炫右周一六日在北京会面,中韩双方就朝鲜半岛结束战争,建立和平机制进行磋商,会后韩方代表李杜勋接收韩联社,专访指会面期间与中方代表,中共外交部副部长孔炫右, 就中战宣言酝酿情况交换意见他表示,中韩两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见解相当一致,至于中方会否一起发表中战宣言,李杜勋回答中方未有明确表态,但不排除这一可能性,今年4月南北韩首脑在板门店举行峰会,韩国总统文在寅和朝鲜领袖金正恩签署了板门店宣言宣布两韩, 美国和中国会通过外交手段争取在年内结束半岛的战争状态,韩联社早前引述韩国外交部消息称,中韩双方周一的会谈是讨论实现无核化,建立永久和平机制等半岛问题,加强中韩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战略沟通, 政界人士估计双方可能会重点讨论如何推动美朝无核化磋商的进展,发表韩战中战宣言及如何在美朝间发挥重弹作用等问题,朝鲜半岛和问题一直未有解决迹象,中韩两方代表今年1月曾与首尔会晤,六方会谈由中国、日本、韩国、朝鲜、美国和俄罗斯共六个国家参与, 4位 4位 5位 6位 7位